人民币贬值未减压,中美10年债息差距缩至0.3厘,人民币对美元纵使上周出现大幅反弹离岸价收报6.8981为跌穿期算的隐忧未解除。 由于美国就业数据量力联储局,12月加息机会增加,并反映吸口去向的美国10年期债券,自息率上周五11月2日一度大升2.92%高见3217离收市,仍升2.61%爆3.2121离,对人民币而言绝对是重大压力。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由于中国要刺激经济,没有意义跟随美国加息,中美息差今年以来已大幅收窄,作为整体债市指标,等10年期债息意义反映趋势。 上周五中国10年期债息收报3.541离美国10年期债息则收报3.2121离集两者债息,差距缩至0.3289离位最少。 2011年以来最窄早有分析指出,过往中国为了保持人民币的吸引力人民币债息要高于美元才能吸引外资。 人民银行行长易刚曾表示中美货币之间保持月夜里的稀差是舒适区间不过,目前很明显趋势在变外国资金将更愿意投资美国国债, 因为资息率不比人民币债却差,更没有货币会对风险转投美债,是必然的一旦中美10年期债息,在未来出现历史性倒挂及美债息高于中国债息, 大陆及香港将面对走资的大麻烦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唯一能让中美稀差,保持距离, 是人民银行加息待现实中国经济不具备加息条件,换句话说人民币贬值压力为减之余跌穿期算的机会反而增加。